这边的话来看一下各剧演员的一个虚弱地比 首先的话是出刀速度从延伸的0.29上调至0.31 这个变化体验下来的话其实不算大 在所有监管者的出刀速度中还是很靠前的 可能也就是在鞋接影翼的时候多少有些影响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然后在GD能力上的话依旧还是十分的强势 也就是说这次的虚弱并没有对核心的一个GD能力产生太大影响 唯一有影响的可能就是一个插刀速度上的削弱 在实战中这个增加0.6秒插刀还是非常明显的 稍微给到求生者在被拿刀获得一点喘息的空间 但是因为GD能力依旧强势 实战中的话还是转不了太远 只能说这增加0.6秒 可以在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下转到下一个板区 最初后本想着这次削弱应该会有更多的割剧演员出场 但是一中我发现东北靠前割剧演员的话还是很少 尤其是S牌的观战寥寥无几 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还是不太想放割剧演员出来 那后续的话结果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输入 最后的话还有一项就是对回溯系列调整 这增加2秒钟其实影响不算大 最终主要还是要靠影翼自己拿刀 回溯的话在实战中如果没有博弈到的话 也可以靠后续一个影翼拿下一刀 呃真要靠下一个回溯的话 估计调整前后都好的差不多了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对增加的回溯表现 呃可以靠影子一个幻动以及音效提示 最后的话如果后续有最新的一个调整消息 也会继续通知大家 好了以上回到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